来看第16题 这还是个税的题目 说不予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A军人的转业费付员费 这是免的 从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 它是免的 个人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 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 这个我们也不予 我们也免征个人所得税 但是谈到奖金 我们讲一级别 一定是省部军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知识级别 现在是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 级别不够 所以这笔它是不免的 省部军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颁发的 科教文位集体环方面的奖金 才免税 它倒是环保方面的奖金 但级别不够不免税 所以这个题不予免征的是D选项 好 第17题 这个题考不正确的 印花税的题 A选项 印花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使纳税人梳立应税凭证 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可以出个判断题 考一下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好 往下走 B选项 纳税人是个人的 要向疏离地 或者纳税人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没问题 那纳税人是单位呢 这是个人 向疏离地 向居住地 如果单位的话 我们要考虑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C选项 纳税人是境外单位个人 但是境内有代理人 那么境内代理人要作为扣角义务人 正确的一个说法 地选项 不动产产权转移 那么产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 向纳税人居住地 其实只要涉及不动产 咱们一般都是不动产所在地主管收入机关来管辖 所以地选项是错误选项 那么这道题要求选择的就是不正确的 那选择地选项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17题 像这种纳税用发言时间等等 只能是多贝贝多忌忌 没有太大办法 然后其实刚才这道题目也不难 对不对 他要是放多项选择题里 问正确的有 那确实有难度 放单选里问不正确的 这个不动产 找不动产所在地是一个规律 所以应该还是好做对 好 第18题 第18题是耕地占用税的题目 A选项 因供牺牲军人遗属 在规定标准内新建自用住宅 减征耕地占用税 那我们讲这是免征不是减征 所以A选项它是错误的 B选项 耕地占用税的纳税诱发言时间是 收到办理占用耕地手续书面通知的当日 这是纳税诱发言时间 没问题 C纳税人应当自纳税用发言之日起 60日内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 我记得去年考虑到单项选择题 专门考几天 咱们耕地占用税这里是30天内 去进行纳税申报 去年的真题从这个角度出道 D选项 说因为建设项目施工 地质勘察临时占用耕地 先交税 交完一年内去恢复复肯 如果能够恢复的话 我们是全额退还 并不是减半退还 那D选项就错误了 先交一年内能复肯恢复种植条件 全额退而不是减半退 那么这道题要选择的是中确的 那应该选的是B选项 其实我们耕地占用税 真正上考场 应该不会考到这么难 但是ABCD四个选项 每一个选项都给大家复习了一个点 那么未来抽一个选项 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去年考的 纳税义务发生知识题 30天内申报纳税 你就复习到了 所以模拟题一般都会比正式考试的题目 稍微难点 大家不用慌 我反复给大家讲 你不要去算每套题做了多少分 要看自己这套题涉及的点 是不是已经把握清楚 好来看第19题 这个题要是错的话我就没辙了 什么时候设置账簿 讲发生纳税义务取得执照 15天内A选项 年年考题库里好多这种题 没种 好20题 纳税信用管理 这是今年的新增点 说下类企业中 不参加本期评价的 那 这个A选项说 从首次在税务机关办理 涉税事宜之起 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企业 这个我们是要求纳入的 而不是不参加 所以这个不选 B 纳入信用管理的时间 不满一个评价年度 不参加本期 C 评价年度内有无生产经营收入 该参加参加 不选 是用核定征收 更是瞎编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选择的是 B选项 那么纳税信用管理这里 除了哪些人可以不参加本期的评价 12345给出一个选择题 单选或者多选之外 其实参与纳税信用评价的企业 也可以形成选择题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说首次在税务机关办理设税事项 至此不满一个评价年度 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收入的企业 是不是在选项里都出现的 所以等于是 咱们把不参加的和参加的放在起 互为干扰项给它编题 所以你上考场那道题 也许不是考不参加的 而是考参与的 好 还有这种自愿参与的 跟这个应该参与的去做区分 好 这两个PPT 大家稍微巩固一下 毕竟是今年的新增点 感谢观看